夏天到了 女性要展现一双美腿 那么鞋子的搭配绝对是小不了的 近来在台北市东区顶好商圈 短短数百公尺之内 开了三家名牌鞋的旗舰店 堪称是女鞋一条街 赶快我们就带人来看 一起来逛一下 热闹的台北市东区人来人望 是时尚潮流中心 短短不到500公尺长的马路上 就有好几间女鞋旗舰店 可以说是女鞋的一级站区 像是这家来自纽约的老字号品牌 以典牙款式抢供女性上班族客群 都会女性还有上班族女性 最喜欢的品牌 对 所以它只要一进到我们店里 一定可以找到适合它的鞋款 然后里面一定拥有 就是这一季最流行的流行元素 除了鞋子的店内还有首饰和项链 而为了和其他女鞋店做出区隔 最近还首度引进了 服饰系列 除了鞋子我们还有包包饰品 甚至帽子 首饰 然后太阳眼镜这些都有 那最特别的就是我们现在 还有引进服装的系列 相隔不到200公尺 这间美式街头封的女鞋店 5月才开幕 要让你穿上鞋就很潮 首饰使用大量卯钉 就连宅男女神安欣雅 也是品牌的始终粉丝 不管你怎么样的穿着风格 你搭上那一双鞋 都会让你感觉很有型 像我就很喜欢罗马鞋 因为我觉得罗马鞋 不管是搭配要女人味 或者是比较简单的 衣服的风格 我觉得都很有型 扑放着节奏性强的流行乐 墙面布满涂压 要原汁原味 呈现有原门式的街头风格 本土品牌不想输 推成初心 卖起联名款和进口鞋 装潢走的是欧洲风亭风 店内一旁还放着一台台的游戏机 要让女性消费者放松挑鞋 另一半也不会无聊 女鞋旗舰店纷纷进驻东区 让商圈升级为女鞋一级占区 各地想尽办法走出独特风格 就是要争取更多的女性消费者 运天TV唐首宜 杨者建理中线台北报导